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祥如意 哈喽,大家好 我是洛桑 这一段我想告诉你 如何利用用一周七天的时间 养成一快乐体质 每天做件事情 让自己越活越快乐 越活越健康 话说不生病好命人的养成 有一个重要的基爪 那就是利用快乐愉悦的感受来强化免疫力 科学家研究悲观与乐观的人 发现乐观的人 普遍拥有一些 对生命有意义的好习惯 这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无论去到哪里 随时都能受到良好的免疫力保护 因此他们几乎不生病 活得好命又长寿 想要与天同寿 那是吃人说梦 但去效法长寿者的立身好习惯 所有人都能做得到 所有人都能做得到 几天练习其中一项 刚好能当成这个礼拜的扬升功课 我先把这七个能利益生命的特质念一遍 后头再强细说明 第一 很少抱怨 几乎不抱怨 第二 喜欢把钱花在别人身上 第三 懂得感谢 即便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 第四 对未来有着乐观的想望 第五 能观察生活中细微之处的美好 第六 有运动的习惯 第七 欣赏并持续开发内在那个完美的自己 先来说第一个特质 不抱怨 抱怨真的很折损福气 经常抱怨会加深自己是受害者的影响 是自己仿佛处于痛苦的回圈之中 抱怨越多 你越难从中抽身 祝苦埋怨 对以书雅无异 却对身心很伤 如果你愿意从经常抱怨 逐温 逐渐练练习到很少抱怨 甚至几乎不抱怨 那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缺 今天请转化对身边人事物的负面看法 对他人知识少些点评 从练习不抱怨开始 明天要做的长寿特指第二项练习是 把钱花在别人身上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发现 当使用金钱不为满足自己 而是为了造福他人的时候 快乐的感觉将持续得很久 比方说烤笔干请邻居吃 买创育兰花 或是赞助一项让地球变得更好的计划 这些都很好 风简游人 第二天请练习无私付出 实际去做一项不求回报的善举 接下来第三天 是以感谢体质的养成 昨日的奢华 今日的习意伟长 许多人误以为更有钱就能更快乐 但事实上 人快乐余奉 跟钱的关系不大 用钱买得到的快乐 通常很短暂 很难持久 而许多品质精纯的快乐 却根本花不了你多少钱 甚至都还不用钱 与其用钱去砸 去买乐子 还不如去学会感恩 懂得感恩 才是真正懂得享受人生 你将会发现自己是个幸运儿 处处受到上天眷顾 第三天 请练习感谢三件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情 这将为你吸引更多真善美的人事物 来到自己身边 第四天 寻会做梦 我常观想美好的未来 在全台各地开预防医学诊所 让大家看病方便 出很多本养生书 还有到世界各地去传访 观想这些 就让我每天活力满满 乐在工作 第四天 请花五分钟 观想美好的未来 也可以把它们写下来 这对成就美梦很有帮助 时间来到第五天 要练习的 是去发掘周边微小 但确切的幸福 就是年轻人说的小确幸了 如果您很会利用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与触觉 这五个感官去获得美好的感受和体验 借此放松自己 愉悦自己 那你就算处于高压环境中 工作压力特别大 也比较不怕 自律神经会失去平衡 小确训 永远不显多 发现邻居种的小花 又开了两朵 感觉到太阳把被子晒得蓬蓬的 闻到刚出炉的面包香 听见动人美貌的音乐旋律 平常美食佳肴 与好酒好茶 第五天 请练习 恢复对周遭事物的敏感度 活出当下的美好 第六天 操控走动 没时间运动 就怕你有时间生病 其实也不是要你真的练成金刚Papi 还是什么健美先生 只要把握机会多多活动 避免久坐都不动 这样就可以了 爬楼梯上办公室 提早脊脏下车走路回家 吃饱饭后 到没有去过的地方 悠哉散步 人类是动物 不是植物 要动才合理 会动才正常 第六天 请刻意找机会 让自己动一动 最后一天 第七天 要效法 常受者的特质 是去欣赏 并持续开发 内在那个完美的自己 我的师父曾说 每个人天生都已经内建了完美的佛性 我相信 只要将谋蔽智慧的尘埃 擦拭干净 人人都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珍贵的存在 第七天 请练习欣赏自己 开发潜能 与那个更好的自己相遇 不用顾虑自己现在是二十岁 四十岁还是八十岁 将最高版本的自己显化出来 永不嫌早 永不嫌迟 锻炼要趁早 别等老实脑 长寿好命人的七个特质 今天教给你了 每天学一点 进步一点 你与健康快乐的距离 其实就是只差那么一点点